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來自東華三院利遠田紀念中學的溫成禮老師 剛剛聽完胡sir分享卷一歷史資料題的技巧 現在就輪到卷二論述題 我知道大家都應該是很擔心這份卷 無他的 首先第一,這份卷 無論考核要求 都好像比歷史資料題高 而且這份卷 每拿一分的比重 其實都是不夠歷史資料題 那麼重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輕視這份卷 因為這份卷可能是成為你保命的那份 甚至簡單來說 如果你要希望奪升的話 這份卷一定是不可以 去喪失一些分數 接下來在短短的十幾分鐘 我沒可能每一個技巧都跟大家詳細說 但是希望在這十幾分鐘 能夠分享一下 究竟你們在未來的幾個月時間 你們可以去怎樣準備 究竟今年度的出題趨勢又會怎樣呢 現在會跟大家開始 講解 今天的分享 我主要以四個方向去跟大家講解 首先第一 我們會看一看出題的趨勢 第二 我們會講一下一些選題的技巧 第三 究竟作答程序會怎樣呢 第四 常見的提問用語又會是什麼呢 在這裡容許我不厭其煩地說多一次我們卷移的要求 首先第一 卷移 是會有七題 出七題 你只需要選擇兩題 你的作答時間 其實有一個鐘頭零三十分鐘 除開每題其實是四十五分鐘 不過 話說 你又要選題目 你又要寫框架 其實除開我想你每一條的論述題 其實大概只有四十到三十五分鐘不等的時間去寫 所以來講千萬不要 有一個幻想就是我真的四十五分鐘可以寫得完 其實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這份卷的卷面分數就是二十五分一題 中共合共是五十分 但是這五十分 是會佔全科的只是四十百分 所以好像胡sir這樣計法 除開的話 論述題你拿一分 成分開在這份卷面應該是0.83分 所以來講 如果你說 我從頭到尾都還沒準備過歷史科 但是你只是求合格的話 你應該把時間放在歷史資料題那份卷面 但如果你說 我想去衝一些五星星出來 這一份卷 你一定是冰家必爭之地 在這裏都給了一點提示大家 可能你們學校老師都跟大家講過 過去其實我也收集了很多不同的五星星 或者各個等級的數據 暫時 很多同學最想知道的就是 究竟拿五星星 在論述題來講應該拿多少分呢 暫時看到我的數據表 如果你想拿五星星的話 平均每條論述題 你是應該要拿到19分或以上 兩條各19分或以上 如果你說想LV4 保險計算的話 平均每條來講應該要有10-11分 OK 10-11分 如果你說 我彈球合格 我想拿個LV2 LV2來講 就保守一點 分數 大概是7-8分 平均每條 當然 是會有變數的 因為這個分數 是正常 DBQ拿到一個合理的分數 再加上這個分數就拿到對應的等級 如果你是 在DBQ那裡炒了 這份卷的分數 一定要再拿高一點 才可以拿得到那個LV 所以說 大家陀仔 希望大家有個目標 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去努力 就可以了 第一部分 就想跟大家去講下卷二的出題趨勢 這裏就會一個我自己給學生的一個出題的趨勢表 我想大部分學校都有做這些表給大家溫習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不妨去記住這張圖 希望可以幫到你去準備這一份試卷 透過這一種形式的 趨勢表 其實大家就很容易見到 其實考試局的七條 其實有一個分譜取態 例如我們會見到 第一條 是通常會出香港 第二條 是會出中國 第三條 第三條 你看到是卡洞 不是年年出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三條 通常會出日本 或者是東南亞市 你也可以留意到的趨勢 比如說日本 出兩年就停一年 出兩年就停一年 2020 2021出了兩年 下一年 未來的今年 會不會再出呢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猜 當然 沒有說一定是準確的 這些趨勢表 但是大致上有個方向 你會知道 香港 和中國 如果你是很熟讀 很喜歡 亞洲市的話 這兩個 是基本上 每年都會出的 接下來就看看 歐洲市的出題趨勢 通常你會見到 第四條 都會出口 在二戰那邊 而第五第六 會是怎樣出呢 通常你見到第五第六 其實他每年 要是出冷戰 要是會出在下面兩個三 那裏 一個經濟上的國際協助 或者是聯合國等等 他有機會是不中的 為什麼 因為他也會有聯合國的課題 耳巴衝突的課題 所以來講 其實通常他就會見到是三樣東西 他會選擇其中兩樣 而最後到第七條 第七條 跨課題的形式 這個跨課題的形式 一會兒我都會浪費時間去講一講 這條題目 其實可能是救你一命的 總之 我們宏觀這個趨勢表 你大朗方向 你們是應該需要 選擇 兩個 至三個 你最熟習的課題 去準備這一份的 試卷 而是不需要七題都準備了 因為你要記住的東西 你是七題 選擇兩題 所以說其實 你真的很想答論述題的話 這一塊的表 是可以幫到你去選擇 兩個至三個的課題 看完那個趨勢表 我們大概知道 其實考評局的出題 那個分配會是怎樣 接下來就會和大家講一下 怎樣去選擇題目 選擇題目 各司各派 每一間學校的老師都有他們自己的心得 和你們分享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以什麼形式去教學生去選擇題目呢 去到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是一個能力不是太高的同學 首先第一 我覺得 你最能夠幫到你的 就是你預先 估計 今年會出什麼範圍 OK 第二件事就是在那個趨勢表裡面 去選擇 兩個 三個出題的課題 重點去熟讀 而且 你們是應該 將 歷界的事題 比如說出異戰的 你就應該是抽了異戰的題目 出來 去做一個溫習表 去方便你自己學習 如果你說 到現在這一刻 都未好準備 我們這一科歷史科的話 這個方法 應該是最幫到你去選擇題目的 而如果你是一批 很有能力 也都很充足準備 每一個課題都很熟的同學 其實你就應該用 第二個方法去幫你 就是右手邊這個方法 就是以題目的難以程度去選擇題 你可以去到考試市場來講 打開七題卷 因為其實你已經是溫習了那麼多的題目 那你就可以根據每一個題目的題型 然後去判定你去選擇哪一條 不過都是那句了 由於時間關係 我是沒有可能跟大家 大家去一一審題 所以說 我整體的建議會是覺得 先做了第一 OK 貼了幾個課題 溫習那些課題的內容 你會留意到 其實每一年 它的試題 其實它都有些相似性在 例如可能有些事實 重複又重複又重複 你只要找得到這些的話 你到考試 將這些共通點寫出來 其實是幫到你很多 所以如果你說一般來講 怎麼去選題目 先做第一個方法 去選了你最喜歡的題目 然後去到發現 真的很難 你才好去再轉第二種的題目 在這裡有一點點重要的提醒 想提醒那麼多位考生 整份卷來講 你是要作答兩題 有些堂仔就說 我現在切有一條我很熟 有一條不熟 那我先回答哪條呢 不用想那麼多了 一定是做你最有板額的題目 千萬不要有個謬誤 就說我時間有充裕 我有條不太熟 那我鬥到去息為止 我寫到去息為止 趁個腦更清晰 千萬不要這樣做 這樣反而分分鐘是挫敗你的字 總之 記住你要在有限時間 拿你最高的分數 所以來講 一定是做你最有板額的題目 第二 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 你選了題目 確定了你選哪個題目 然後千萬不要後悔 OK 特別是你已經下了筆作答 不要想著 我刷了去重新答過一條 我有一個學生 是一個很好的人版 他在預判來講 他的level是應該拿到level5 OK 但是他由於選題選得不好 然後寫到中途 就刷了整條 再重新寫一個 最後是跌了成兩個grade 所以在這裡特別提醒大家 你選題目的時候 一定是千萬不要後悔 另外第三樣東西要提醒的 就是 當你選那個課題 譬如說你選到很盡 你只選這個 冷戰 和這個二戰 誰知道冷戰沒有出 或者是 二戰那條出得很難 那你其實是可以建議你們 試想想第七條 可能是會有驚喜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題目表 這個題目表 就是我剛才所跟大家說 如果你選了一個課題 你應該找張紙 找紙筆 自己做個表 就是列了那麼多年的課題 一來 你就可以去檢查 看看究竟這條 你操過沒有 你做了框架沒有 想過沒有 如果沒有 你就可以去鑽研一下 另外也可以看看 究竟 他有沒有一些 相同之處的文化上 其實這些都是很幫到你去選擇的 所以我是極力建議大家去做的 好了 說回第七條這一條 第七條為什麼會有驚喜呢 如果大家 不過都不用了 應該大家都已經做了2021年的 Path Paper 你如果很喜歡冷戰的話 你就可能會很失望 為什麼 因為沒有出到冷戰那條題目 是不是 但是其實你 看看第七條 2021年的第七條 其實是說什麼 其實是問你 選三個年份 說他 為什麼可以被視為一個 轉捩點 是不是 1929 即經濟大衰退 1945 其實可以開始說冷戰時期的東西 甚至1991 也可以說冷戰結束的部分 是不是 所以來說其實你可以看看第七條 就算你那個課題的題目 那條題目 是沒有出到的話 其實你看一看 這個第七條 其實可以將 可能可以將你那個的事實 撰回去 將它變成你最熟習的課題 所以來說 你選不到題目 想想第七條 真是可能有驚喜的 另外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這樣去圈低給你 就是2021 和2019 其實你見到 都是比較多同學生選的 2020 真的比較少 因為條字是偏難 只有5%同學生選 但是2021 2019 其實都是佔27%同學生選這個題目 其實都是基本上排第4名左右 所以說千萬不要以為 選第七條 一定是冒險的題目 其實絕對不是 另外再舉多個例子 就是2016年 2016年 如果你有做趨勢表的話 你就會留意到 2016年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 你特別是很喜歡日本市的同學 你那一年是很慘的 為什麼呢 卷一沒有出 卷二又沒有出 好了 是不是真的答不到呢 找了那麼多日本市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答不到呢 其實你看看 2016年的第七條 人和往往導致著新的政策和發展 選任何一個人和的例子 咦 日本 去發動二次世界大戰 去侵略亞洲 是不是一個人和 對呀 對呀 完了之後 它導致新的政策發展 可不可以寫民總時期的東西 又可以呀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 就算那個課題是沒有出 但第七條 你如果聰明 而條題目不難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將你熟習的課題 扔回去 所以 大家真的留意一下第七條 來到第三部份 就會跟大家講一下作答程序 在這裡提醒大家一次 我們卷二的時間是非常緊絕的 你是只有一個小時30分鐘 除開每題45分鐘 但是 其實你扣回選題1分鐘 寫大綱4分鐘 你實質可以落筆去寫文 其實是大概只有35至40分鐘 所以大家要握緊時間 大家可能很奇怪 為什麼選題那裡會寫一分鐘那麼少 都是那句 每一個老師 他的選題方法 教你的方法 其實都很不同 你記得 你要找一個 最適合你的方法去選 而我去分享給大家 那一種 事先已經是選了題目 你選了課題 你知道 是答什麼題目 所以基本上 你一打開份卷 你見到 那條題目有出 題目你看得明白 他講什麼 那你就去馬 所以來講 用我這種方法的同學 選題 不用太久 基本上一打開份卷 你就已經知道 是作答哪一題 接下來 跟大家講一下第2格 審題和宜定作答大綱 這一部分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要轉題目 即你選了課題 你要轉題目的話 就在這4分鐘之內 就要去做 因為在你轉題目之前 你是要經過一個 詳細的審題 選擇清楚 究竟題目 提問用語是什麼 他有什麼需要你去做 有什麼重點 你要想清晰 然後 你就在這4分鐘時間 就一定要寫你們的大綱 過去我都會留意到 有很多同學 很懶 打開題目 選兩件 然後就落筆去寫 真分奪秒 但是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你不寫大綱 是會出事的 因為你一路寫 可能一路緊張 一路緊張 你就發現有很多事實 你或者論點 你是發覺 其實是 未想得清楚 不知道怎麼組織 甚至是 忘記了寫下去 所以來講 在這4分鐘 你是必須要 腦子很清晰 知道 構思好 你究竟這一條 是即將怎麼作答 你會用什麼的事實 然後你寫在那份題目 提醒大家 你寫的事實的框架 其實不用詳細 因為沒有人會看 你的份卷會拿回家 譬如很簡單 假設 答晚清 政治方面 王族內閣 一個事實 你已經忘記了 就寫個王字 在這 那就下一個 或者下一個事實 你透過這些 很簡單的點列式 你其實4分鐘之內 一定寫好 而你篇文 寫到中途 就算很緊張 或者有些不舒服 也好 你跟著框架寫下去 其實就可以確保到你篇文 是大致上 不會離題 所以 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 請大家一定要去正視 這一段時間 怎樣去運用 好了 然後就講一下 作答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 基本上每一個老師都會教你們 引言 證文 總結 這三大部分去做 大家記得是缺一不可 但是有些位是需要大家特別去留意 過去有很多同學 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喜歡 怕 後面沒有時間寫 就把很多論點 都放在同一段 很長的一大段 整版字的一大段 記得千萬不要再這樣做 每一段 分行 一段 最多 最多 是一個論點 再加些事實 去證明論點 就可以了 我們是不會理你究竟分多少段 總之 你覺得需要分段 就去分段 千萬不要整篇大論這樣去寫 我們是不會捉到你的重點 在改捐的時候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清晰 告訴我們 你是有什麼論點 12345 去列給我們 第二要提醒的 就是大家記得 你作答的時間 一定要平均分佈 千萬不要側重在其中一部分 例如舉個例子 剛剛過去那一年的題目 國際聯盟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其體制上的弱點所導致 大家都應該會很認同 如果懂得寫的話 很認同國際聯盟失敗就寫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留意到很多同學者 他將基本上是大概八成到九成時間寫了國際聯盟 的失敗是因為 體制上的弱點 所以引致 不斷去解釋這句說話 但是你是無視了 或者是他沒有時間 去寫下 其他因素 如何導致國際聯盟失敗 所以其實整篇文 就會變成一個 很單方面的論述 不是一個比較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 你如果知道 是要做比較的話 遇多些時間 每一個比較項 都分充足的時間去寫 千萬不要虎頭蛇尾 因為你這樣寫法 會令到你整篇文 比例上會失衡 這樣會失很多分 甚至是跌一兩個龜 所以大家記得 掌握時間 每樣平均一點 另外就特別提醒 大家真的記得分段要隔行 還有有些同學寫完之後 是很喜歡翻看 翻看完之後發覺有錯 就整段查了 其實你沒有必要查的了 去到那個時候 可能那一段 其實是得到分 但你查了 就沒有了 所以 勸你們 除非你發現 是嚴重利題 如果不是的話 不要浪費時間 繼續去寫 就可以了 好了 最後一部分 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常見的 提問用語 即是說你考試會很常見 這些問題 我抽了幾個 就跟大家 在很短的時間 簡單 幫大家 測清 概念 首先 第一個 就會在 再什麼程度上 這些是一些很典型的 文法 那麼多年的 題目 這10年的 DSE來講 已經出過5次 近這幾年出 19和20 都會見到 例如我們這條 在什麼程度上 在巴黎和 造成的後果 大家可能有一個概念 不清晰 其實什麼叫在什麼程度上 在什麼程度上 我通常會用這個分表 去教學生 12345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做過一些街頭的問卷 例如可能說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他 出了一份的 財政 預算案 你有多少分 認為他能夠解決香港這個疫情之下 改善疫情之下經濟 你給多少分 你有多少分同意 是不是 那這些12345分 其實就可以套下去 是很大很小程度 1 3 5 一定不會寫的 1 就是完全不同意 5是完全同意 3是中立 中立你不用寫的 所以說其實 你有傾向 哪一個分數 譬如透過你這條問題 在什麼程度上 巴黎和夜造成的後果 二次世界大戰 你給多少分 你多少分認同 這條題目 你覺得是4分認同 那就是很大程度 所以說其實 問你在什麼程度上 多些試一下用這個 平常常見的分表 是容易讓你知道 大小程度 應該做哪一個 但是一個提醒 你寫得很大程度的話 你記得要寫很小程度 你是同意很大程度的 那你就應該是七成去解釋 巴黎和約 如何造成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就拿其他的因素 去寫小程度那邊 去做一個比較 去凸顯 大程度同意 是對的 記得要做這件事 第二個就是 教或者去比較 這個在歷年來講 就出過七次 那麼多 我們見到 192021 都會見到有教 這個問題文 容易出現 例如就著這個 歐洲市二戰 那一題 我們就見到 這條 導致二次世界大戰 而納稅侵略 教這個 修正政策 那麼重要 做這題目的時候 記得 更清楚重點 就是 究竟他用什麼 和什麼 比較 例如這一條 我們很清晰 會見到 A B 納稅侵略 和這個 修正政策 比較哪一個 是更加重要 導致著 二次世界大戰 這種題目的 做法 很簡單來講 就是先找一個 比較點 什麼叫比較點 簡單來講 試下找這兩個因素 有沒有 共通 在他們的共通層面 才可以做一個 完整的比較 舉個例子 集體安全制失敗 納稅侵略會導致 集體安全制失敗 從而引致 二次世界大戰 雖正政策又會 你就解釋 其實納稅侵略 如何導致 集體安全制失敗 雖正政策 如何導致 集體安全制失敗 然後 這兩個寫完 記得記得 因為這條是比較 你要解釋 哪一個更加重要 例如 雖正政策 是會令到集體安全制失敗 緊要一點 因為英法的推行 是會影響了整個國際聯盟 的做法 你用這個論點去寫的話 你才能做到一個 完整的比較 大家一定要去留心 ABC 比較題 是很重要的一個做法 因為看考試報告 很多同學 以為做了比較 其實不是 你只是分數 什麼叫分數 譬如說 納稅侵略 如何導致二次世界大戰 寫了一堆出來 雖正政策 如何導致二次世界大戰 又寫了一堆出來 但其實你是沒有了 C部分的比較 這不是叫比較 這叫分數 這一點 大家 必須要留意 很常犯的錯誤 這就是 最後一個要講的 常見提問用語 就是 主要 主要來說 其實都出過七次 如果數回近這五年 其實由2017 到2021 連續五年 都會見到 主要這一種的問法 主要這一種問法 其實就 剛才 胡sir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是一種 比較題 所以說 國際聯盟失敗 是由 體制上的弱點 所導致 你第一件事 寫篇文之前 你要找回 其他次要的因素 OK 如果你同意的話 很簡單 你就去論證 國際聯盟失敗 關於體制上的弱點 什麼事 如果你同意 你覺得是很主要的 你就應該 最簡單的寫法就是 七成位置去解釋 為什麼會是弱點 導致這個國際聯盟失敗 然後大概三成 至四成的位置 就去論述其他因素 又怎樣導致國際聯盟失敗 然後記得一個很重要的 重點位置就是 不要像剛才比較的 就是流於分述 你一定要具體告訴別人 其實其他因素 都會導致失敗 但是為什麼 你還是覺得 弱點 更加重要呢 你一定要做個比較 那麼你這一條才會得到高分 各位同學 其實論述題 還有很多要點 可以分享 但是由於 真是礙於 時間的關係 其實不能夠 一一跟大家 詳述 在這裏 提醒大家 一句 就是 選了題目 你記得是粗了那一堆的題目 試一下 找一下那堆的題目 會不會有些事實 或者問法 其實是會重複呢 這些呢 是很大機會幫助你去 摘答 你們那個的論述 最後 在這裏 預祝各位同學期開得勝 在DSE的卷義中 得到一個 滿意的分數 各位同學 我是溫Sir 我們有緣再見 拜拜